在他發表施政報告的時候 我們一定給他一些顏色看看 來 後面那位小姐 一 二 三 四 第五項 我是二年級獲山的如來 首先我想問你那些抗爭的行動 你那套軍人和長毛便能夠訴訟 若果他們真的入了帳 而喪失了立法會議員這個身份 你們的聲音就未能夠大於入議會的話 你們的抗爭還有沒有價值呢 謝謝 抗爭是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那些抗爭的抗爭 是否要保存 那些抗爭的抗爭 如果他喪失了議席 你要保選 那個保選就是選民再投一次票 可以顯示到選民對社民應該支持的程度 長毛如果萬人判錯監 那個議席要保選 我們一定派人去參選 更好,只抽一只,可以看到我選民的支持 第二,我們不會因為要付出喪失意識的代價而不去抗爭 這是我們的立場很清晰的 所以當日那些人問長毛的時候 他答了四個字,叫做一力承擔 只不過在香港搞政治的人,個個太疼心 他覺得這是一個很嚴重的代價 他們不會輕易去冒這個險 所以他們就做犬儒 他們就要在議會裏面和人在那裡磨 我們就不會的 等於你長毛違反議事規則被人趕 如果經常是這樣,到最後有一天,他也有機會被人踢走 就是當我來自製造成的行為 他曾經跟他打破壞 他要保持一項目的 他將會和你不去抗爭 他將會沒有辦法 但他對他一個人不說 我只是在香港做這些事 好,中間這位同學,第一排 這位同學問我,第一次,我是一個基督徒,我們是要做榮神益人的工作,先榮耀神,再益人 今天我們所做的一切,在我的宗教信仰觀念裏面,都是根據神的旨意,做神喜歡做的工作 有時你會有些爭戰,內心也會有些爭戰,但是我們覺得神愛世人,他不會分離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 如果你說同性戀有罪,以性戀者可尚無罪,人都犯了罪 耶穌在祂身處的時代,祂就是一個社民連,沒有抗爭,哪有改變 他就是一個社會運動家,他就是一個反建制的人 他是一個行公義,很憐憫的代表 我們社會民主連線,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口號,叫做制約扶傾,以無反顧 這句說話,制約扶傾,是出自中國傳統的皇道思想 孔夫子的所謂行人政 以歷假人者罷,以得服人者王 制約扶傾 孫中山就用這四個字,作為他的民族主義的中心思想 輔助約小民族 制約扶傾去到聖經,就是行公義,好連文 我們還有中西合璧,就是聖經同容孔夫子 我們社民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金句 就是禮記禮運大同片 我們印在這本書裡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功 選言語能,講順修目 故人不讀親其親,不讀子其子 使老有所忠,幼有所長,藏有所用 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男有份,女有貴,貨烏其棄於地也,不便藏於己 靈,烏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 事故謀弊而不興,故外匯而不閉,視為大同 孔夫子二千多年前的大同思想 正是今日,北歐,丹麥,挪威,瑞典,芬蘭 是不是 故人不讀親其親,不讀子其子 老有所忠,幼有所長,藏有所用 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在挪威,在丹麥,在芬蘭,在瑞典 從搖南到墳墓 都是政府招待 孔夫子二千多年的思想,大同思想 今時今日,禮實而求諸野 在歐洲才可以實現,是吧 我們中國人是蒙昧而求,中國人最聰明 只說,沒有早幾千年 這個也是 即是我們自己作為一個基督徒 我們對儒家思想 對這些所謂制約復興的思想 我們都覺得,中國人是一樣可以這樣 對不對 為甚麼我們覺得,就是因為他有個宗教信仰 美國由立國的第一日開始,就是一個宗教精神立國的國家 所以美國的制度,是建基於對人的不信任 因為In God we trust 人是靠不住的 人是信不過的 人是有局限的 人是會犯罪的 所以我們只能夠相信制度 然後這個制度是建基於In God we trust 所以你看一下 所有基督教文明的社會 它都是民主國家 所以這個宗教信仰對我去從事政治工作 是一個很重要的動力 即使我現在多忙 我每年最少都要去做幾場報導會 我去海外也做 在香港也做 我們不會很高姿態 好像有些人去郵佛記章上回來 叫助理給報紙燈 我們不會說 是不是? 我有一次跟毅康陳耀南 在崇基神學院 說耶穌多有趣 是不是? 老中青,我最開心的 因為我是青 我是毅康七十幾 陳耀南六十幾 我五十幾 結果是老中青 那條題目就是 行公義、浩連文、全謙卑之心與上主同合 我放了上youtube 大家可以查看 毅康講耶穌 是不是? 所以宗教 所以宗教